就這個時間點 好發展公司 危機變成轉機 危機就是轉機 三上航創辦人翁趙喜 高齡八十八歲重新回國 出席三上舟總部大樓啟用儀式 只為現身臺下掌聲雷鬥 談起回國後的心情 董事長不忘給三上舟同仁加油打氣 回到老家的一個 老同志 老藏友 我相信會給我們的同仁 多多少少會給他 鼓舞出去的作用 此次上任可是背負重任 因為三上舟投資虧損黑豆 讓公司跌破金管會兩道監理防線 儘管在三月完成第一次現金增資 仍無法彌補財務黑豆 只得賣樓變現 但九月份最新出路的 禁止比百分之二點一 不止不足百分之三 資本失足率同樣也是低於 百分之兩百紅線 不僅保護 提心吊膽 員工信心也頓失 面對這樣的狀況 董事長回鍋也是有備而來 三上舟引進策略性投資人正如火如同驚行 傳出潛在買家式金控業者目前已進入實地查核階段 另外也將在這個月啟動第二輪增資 老家回國激勢勢氣能否沖出財務困境 手搏RBC禁止比兩道門檻受到外界關注 三年新聞的書簡樂鳳梓 台北報導 썹李萱裏 李萱裏